男人长时间不找女人会怎么样呢 今天我来告诉你 希望男人们千万不要骂我 因为我说的也是大实话 其实男人离不开女人 女人也同样离不开男人 如果一个男人长期没有女人 那么他们会有以下三种变化 你们看看我说的对不对 尤其是第三点特别重要 第一点就是性情浮躁 渴望被爱 变得不自信 他们常常处于一种焦虑 自我怀疑的状态 时常怀疑自己是不是太差劲了 为什么别人都可以找到 而自己连个女人都没有呢 总是在自我怀疑的状态里 无法自拔 第二点呢 不修蝙蝠拉里拉遢 自我形象一点都不注意 满脸颓废的样子 都说女为悦记者容 其实男人也是一样的 男人身边有女人的时候 最起码他还会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 稍微收拾一下 可如果身边没有女人 他们连胡子都懒得刮啦 满脸的憔悴 脏乱差 就成了他们的代名词 如果说你现在还是单身 我给你介绍个老婆 你要不要 就在你家附近三公里之内 他们都是单身 真心想找对象的美女 看见我左下角 这个蓝色的小方块了吗 点击小方块 然后再点击立即体验 就可以看见他们了 上面有超多单身美女 等你上线 打开他们的主页 能看见他们的个人介绍 还有照片 箱中哪个可以聊天 语音视频都可以 聊得好还可以约出来见一面 快去试试吧 咱们